Bonjour tout le monde, bienvenue dans nos cours de français accéléré 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好,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开始新的一课的学习 那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要接触到一个新的时态 叫做l'imparfait,未完成过去时 imparfait 那我们从它的中文名字当中呢,应该就可以体会到 它也是一种表达过去动作的时态 那么它和我们之前讲到的复合过去时 在意思上还有使用上都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我们本课的语法内容 将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的知识点了 那么这个未完成过去时呢,和复合过去时一样 都是过去时态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那今天我们就先看一看 l'imparfait,未完成过去时,它的构成是怎么样的呢 这也是它和复合过去时的第一个区别 我们知道复合过去时呢,是一种复合的时态 也就是需要用到助动词,配合动词的过去分词来构成的 而我们的这个未完成过去时呢,它是一种简单的时态 意思是它不需要使用助动词,而是通过直接改变词尾的方式 直接来构成一个新的时态 嗯,那么究竟复合过去时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本课课文的第一段里面就有用到这个时态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这一课的课文呢,标题叫做 Une histoire drôle 一个很搞笑,很滑稽的故事 我们先直接来看第一段 Monsieur Durand aimait aller se promener quand il avait du temps 我们对比一下,如果用直称是现在时来表达呢 应该是Monsieur Durand aime aller se promener quand il a du temps 对不对 Se promener,散步 这个Monsieur Durand呢,很喜欢在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去散步 那关于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词的用法呢 我们会在词汇部分里面讲到 我们先来体会这个时态的变味 Monsieur Durand aimait aller se promener quand il avait du temps M变成了Aimait A变成了Ave Et il sortait toujours avec son chien Azor 而且呢,他经常是和他的狗狗 Azor一起出门的 Don't say sortir 他的直称是现在时变味是sort il sort toujours 而变成未完成过去时呢 他是sorté sorté 好,我们再完整的看一下这一整段 Monsieur Durand aimait aller se promener quand il avait du temps Et il sortait toujours avec son chien Azor 那么这一段,为什么要用到未完成过去时呢 因为他是描述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段里 习惯性的发生的一个事情 这个Monsieur Durand呢 他在那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喜欢去散步 带着他的狗一起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习惯性的 并且带有重复性的动作 这也是我们安Barfait的使用方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了 那关于他的用法呢 我们一会再说先来看看Barfait的构成 他是由动词的直乘是现在时 第一人称负数形式 去掉词尾的ons 在分别加上以下词尾来构成的 那么自然三组动词的变味呢 也会有一些区别 我们分别举一个例子 比如第一组动词以er结尾的 我们举barli barli 要把它变成为完成过去时呢 我们首先找到他的第一人称负数形式 nous parlons 那么去掉词尾的ons 分别加上 is is it it i o n s i e z 和 i e n t 所以就是 我们再做一遍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je和du后面的辩位都是一样的 以ais的e结尾 il和elle是以aed的e结尾 在口语表达当中听起来也是一样的 je parlais tu parlais il parlais elle parlais 而nous和vous后面的辩位呢 是在我们直称式现在时的辩位前面 加上了一个字母i 对不对 nous parlions vous parlais 复数的il et elle呢 则是加上a e e n t 并且e n t 不发音 je parlais tu parlais il parlais elle parlais nous parlions vous parlais il parlais elle parlais 嗯 那么现在我们换一个词 大家会不会做呢 就用刚才课文当中出现的那个 aime aime 它的未完成过去时辩位应该是 j'aimais tu aimais il aimais elle aimais nous aimions vous aimiez ils aimais elles aimais 嗯 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组动词呢 我们没有问题了 那么第二组动词呢 我们看到书上给到的例子是 sinir sinir 那我们首先找到它的直称式 现在时第一人称附属的边位形式 nous finissons 对不对 nous finissons 去掉词位的ons 再加上表格当中的这些词位呢 我们得到的就是 je finissais tu finissais il finissais elle finissait nous finissions vous finissiez il finissait elle finissait nest's pas je finissais tu finissais il finissait elle finissait nous finissions vous finissiez il finissait elle finissait 所以呢 我们第二组动词也是很有套路的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第二组动词的直称式 现在时第一人称附属的边位呢 都是以宋结尾的 那么去掉词位的ons 加上相应的词位之后呢 其实它的未完成过去 时变位都是 什么什么se 什么什么se 这样的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choisir 也是第二组动词了 那么它的未完成过去时的变位就是 je choisissais tu choisissais il choisissait elle choisissait nous choisissions vous choisissiez il choisissait elle choisissait 所以第二组动词可以说 比第一组还要简单 因为它最后一个音节的辅音 都是固定的了 那比较难办一些的呢 可能就是第三组动词了 因为它的变位比较的不规律 但是我们同样的也是遵从这样的原则 去掉第一人称附属变位后面的ons 分别加上这八个词位来构成 比如说书上给到的例子是动词leer leer 那首先我们对于它直称式现在时的变位 应该要非常熟悉 对不对 所以呢 刘尼老师之前一直反复的让大家 一定要把每一个动词的直称式 现在时变位都练习好 我们今天就看到了 很多像未完成过去时这样的简单时态呢 都是在直称式现在时的基础上 做一定的改变而来的 那么leer的直称式现在时变位 应该是je lis,tu lis,il lis,elle lis nous lisons,vous lisait,il lis,elle lis 好 我们选出它的第一人称附属的变位 nous lisons 去掉ons加上相应的词位 所以它的未完成过去时的变位是 je lisais,tu lisais,il lisais,elle lisais nous lisions vous lisais,il lisais,elle lisais 好,我们再来一遍 je lisais,tu lisais,il lisais,elle lisais nous lisions,vous lisais,il lisais,elle lisais 好,那我们换一个词呢 比如venir这个动词 那么首先我们要找到它的第一人称附属的 直称式现在时变位 应该是nous venons nous venons 对不对 je viens,tu viens,il viens,elle vient nous venons,vous venais,il vienne,elle vienne 应该是非常熟练的 那么venons去掉词位的ons 加上相应的词位得到的是 je venais,tu venais,il venais,elle venais 所以我们是不是发现如果之前的基础打得好的话呢 我们学习这一个新的时态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如果你前面的基础还觉得有一些薄弱欠缺的话呢 现在赶紧再去补一补 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课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我们把未完成过去时的这个词形掌握好 大家也可以在课后自己去找一些动词来进行练习 相信呢很快就会掌握的 那么在未完成过去时的变位当中呢 有一个动词还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这个être 其他的所有动词都可以按照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变位 不管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个变位方式 但是呢être它比较的特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变位形式是怎么样的 jete,tu,ete,ilite,elite nous étions,vous étiez,ilite,elite 可以看到它的词尾还是比较标准的 没有特别的特殊 而是在前面的词形部分发生了一些改变 那我们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再来做一遍 jete,tu,ete,ilite,elite nous étions,vous étiez,ilsite,elite 来做几道练习巩固学过的内容 好,讲完了为完成过去时的构成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主要用法 那在课本上面呢 给到我们三种最主要的用法 第一种呢 为完成过去时可以用来表示过去延续的动作 或者存在的状态 它呢可以是笼统的指某一个时间段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quand j'étais petite 当我还小的时候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quand j'étais petite 那么它所表示的呢 是整个我还小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它是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的 我们再看一个例句 2003年的时候呢 我在南京 虽然这句话里面出现了2003这个明确的年份 但是要表达它在这整一年当中的一个状态呢 我们还是会选用未完成过去时 那一整年我这个人呢 都是呆在南京的 所以这是未完成过去时的第一种用法 表示过去延续性的动作 或者存在的一种状态 那书上的这个例句呢 比较长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理解一下 在这个地区呢 生活也是非常不易的 是对于一个状态的描述 人们找不到工作 总体呢 都是对于 那个过去的时代下 某一种状态的描写了 那这个就是imparfait的第一种用法 而第二种用法呢 它可以用来表示 过去习惯性或者重复性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 课文当中的那句呢 就是属于这一个用法了 Mr.Durand 他在那个时间段里面 这都是他的一些习惯性的动作 我们也用未完成过去时来表达 而第三种用法呢 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 他是在主从复合剧当中使用 表示过去和另外一个动作 同时发生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当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正在进行的这个动作 我们就会用未完成过去时来表达 而突然发生的那一个动作呢 则是用复合过去时来表达 这是主从复合剧当中的 一种非常典型的事态配合方式 比如我们看这个例句 我正在看电视 这个进行当中的动作 用到了未完成过去时 这个时候他打电话过来了 这个突然发生的动作 则是用到了复合过去时 嗯 这也是unperfect 非常典型的一个用法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自己来表达一下 我在写作业的时候 他突然敲门了 写作业 Fair de 为完成过去时形式 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 是什么呢 Nous faisons 所以是 Je faisais mes devoirs 我正在写作业的时候 他敲门了 quand il a frappé à la porte Je faisais mes devoirs quand il a frappé à la porte 这是unperfect 在主从复合句当中 一种配合使用的情况 那当然了 也可能是两个动作 同时发生 比如说 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他在写作业 那因为都是延续性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 两个动作都可以用 未完成过去时来表达 怎么说呢 Je regardais la télévision quand il faisait ses devoirs nest pas Je regardais la télévision quand il faisait ses devoirs 那关于未完成过去时的学习呢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这节课 重点要掌握的 就是unperfect的变位形式 关于它的用法呢 可能有一些同学会纠结说 它和复合过去时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在具体使用的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用它 我还是无法判断出来呢 那这一点呢 我们在刚学习的时候 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那在下一节课里呢 刘妮老师也会带着大家 来辨析一下 未完成过去时 和复合过去时 使用上的一些区别 在今后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用unperfect来表示的动词 也能够自然而然的 掌握它的用法了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不用担心 今天主要的任务 就是掌握好它的变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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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